和服高铁正式开通在即 6月6号 本台记者乘坐实验运行的高速列车 提前体验了一次 经德与合肥之间的游轨飞行 各位观众 由黄山北站驶来的G7472次列车 10点42分将抵达经德站 届时我将跟随这辆列车一起前往合肥 共同体验风驰电车般的高铁之旅 好观众朋友拿着这个登城正午 是已经来到了高铁的车厢当中 我们今天乘坐的这列高铁 一共是有八节车厢 其中呢商务车厢是有两节 一等车厢一节 二等车厢一共是五节 同时呢还有一列餐车 当我们真的来到这个车厢的时候 给我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这里的环境非常非常的整洁 列车呢刚刚驶出 不经得不久时速呢便达到了300公里以上 什么概念呢就是滴答一声响 列车呢便往前窜出了80米的距离 当我们真的在车上行驶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有一种贴地飞行的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的舒适 感觉非常的棒 好我现在来做个实验哈 现在呢在我的胸前是有一瓶水 现在呢我将这瓶水是放在我胸前的小桌板上 大家看一下 这瓶水的表面呢只会有轻微的颤动 好第二个例子 现在呢拿的是我的手机 我将我的手机立着呢放在小桌板上 是完全能够立得住的 而且是非常的稳 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呢也是想告诉大家 这一列高铁车厢的平稳度和舒适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在乘坐火车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哐当哐当的声音响 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了这辆列车上面我们听到 其实我们的耳旁非常的觉得非常的舒服 因为采用的是全新的无杂轨道的设计 车厢的座椅呢是可以调节倾斜度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不同的是呢 二等车厢呢一排是五个座位 一等车厢一排是四个座位 好我们现在呢是在往列车的尾部方向走 我们即将进入到的看到的是一个豪华的观光席 待会儿大家就能看到了 我现在呢正在慢慢的往前走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VIP的观光区 在这样一个区域当中呢有豪华沙发 以及破功能的编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跟随我的脚步 走到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一共是有 红色的豪华沙发 一共是有五个 来进入跟上 这一间的VIP的观光席呢是仅邻驾驶式式的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沙发 这个沙发呢是可以进行180度的旋转 同时呢这个沙发可以放平也可以竖直 那先来感受一下 其中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事情呢 就是在整个沙发的右侧呢是有一个照明灯 如果旅行者有阅读的需要 那么这个灯将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说实话哈 如果坐在这样一个观光区 如果相较于飞机来说的话 其实比飞机上的公务舱 我个人觉得是更加的舒适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来徐列车长向我们所有的这个乘客朋友打个招呼吧 挥家手 因为今天是市城所以呢高点方面是特别的贴心 为所有市城的旅客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非常的丰盛 今天在我这上面吃的这个午餐啊 一共包含了哪些内容 哈哈哈哈 今天这个午餐啊 烤鸭 一个喝饭 还有一个苹果 这个饭菜就是非常合口味 嗯 菜有烤鸭 木耳炒鸡蛋 还有点小的干嘛 还有一个车子 干准热丝 干准热丝 电车上的每一节车厢呢 都提供有三级网络服务 都可以提供无线上网的功能 大家可以打开手机 或者是打开笔记本电脑 进行网页的浏览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将连线我的一位同事 来看看我的电话的信号 是不是畅通的 我将联系我的一位同事 现在是拨通了 来 稍等一下 电话已经在接通了 喂 云海您好 这是我的同事 来和大家说一下 现在能听到我的说话声音吗 觉得这个清晰度怎么样 可以听到 很清楚 非常的清楚是吗 嗯 是 好的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电话 我们就能够测试到 我们今天的信号是非常畅通的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再见 嗯 好的 今天的试程呢 其实呢 是一个来回 从经德到合肥 再从合肥到经德 好 现在呢 列车是已经停靠在了 合肥的南站 一共是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好 现在工作人员退出 赶紧上车 到达了合肥南站 稍坐休息 我们便踏上了回家乡 回京德的旅程 当这次来回的试程体验 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旅客 都拿出了自己的相机 都在记录下这难忘 并且美好的试程体验 上午十点四十二 从经德出发 十二点零一到合肥 八十分钟 合肥与经德之间的 游轨飞行 我相信这是一次 非常愉快的旅程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客 能够踏上这辆和谐号 去往你心中想去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